台南市的东山区发生了一起小叔持镰刀砍凶嫂的凶杀案 四十多岁的郑姓嫌犯在凌晨朝着在一楼客厅看电视的大嫂连砍了四刀 这求救生呢把在二楼睡觉的哥哥都给惊醒了赶紧下楼查看 却看见发狂的弟弟仍然不罢手于是夺下了凶刀报警待人 发生凶杀案的现场一片凌乱地上满是血迹 四十多岁的郑姓男子凌晨时不知何故突然拿着大型镰刀 猛砍在客厅看电视的凶嫂把楼上正在睡觉的哥哥惊醒 下楼查看时却看到自己的弟弟竟然意图拿刀割断妻子的脖子 吓得他立刻躲下镰刀同时通知警方 是用大型的大型镰刀 那有一处比较严重的是头部有一处 其他有一些防卫性伤口 被砍的凶嫂立即送医不过已经血流满面有生命危险 至于行凶的嫌犯则是当场被感染的警方逮捕 只是嫌犯因为是阴雅人士加上精神状况不佳 警方目前还是无法厘清嫌犯到底为什么会砍杀自己的凶嫂 可是家人不晓得他的病情只知道他是阴雅人士 现在目前所知道的都答非所问 警方怀疑可能是因为嫌犯无法说话 家人才会一直不知道嫌犯可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不过确切的行凶原因恐怕还要等到在医院的被害人清醒之后 才能够完整的厘清 今天我们将去介绍性 interes美丹田 1944 那么我们检查一下